是否要按這裡 對呀 已經有節目出現了 應該是聽到的 如果聽到的話 就應該跟我們說一聲 今天是我們的台慶夜 所以大家都知道 講完我姐幫是會特別短的 是嗎 是 因為要留時間準備 寬天氣的雷代夜 當然是前奏要什麼 是不是有個位置要開始 還是怎樣 出續吧 如果沒有出現 剛才的Jingle也沒有人聽到 對呀 這裡也出了聲 對呀 這裡也有聲 對呀 我當你們是 大家好 曼忌 大家好 我是Sunny 大家好 我是Ericy 隊伍就下去 買殺人空氣 稍後就會回來了 10點半鐘就是我們今晚的 10點半鐘就是我們今晚的 10點鐘就是我們今晚的 寬天喜地來台慶夜 對呀 一樣都會有豐富的節目 我已經忘記了要做什麼 所以稍後再決算 對呀 這樣會做到的 對 你也知道周年集通常都是沒有東西出的 對嗎 對呀 應該是正在播出的 有沒有聲音 這個不是關掉嗎 停了 停了 沒有聲音 剛剛有聲音 對呀 沒錯 多謝你的 網友的回應 是有聲音的 好 廣萬咬謝幫呢 先不說廣萬 我們說廣洞 其實明天也有 其實已經開始了 開始了 但已經是正式發佈會 對呀 正式的發佈會 這個《離蘇幻覺》 就是江記的作品 其實展期已經開始了 在北角邪則如沖 比較近邪則如沖 英王道一個工業大廈 舉行的一個展覽 其實就是他之前在日本獲獎的 那套《離蘇幻覺》 那個其實是叫做 先行的一條短片 今天是第一段 他們現在就製成了第二段先行的短片 首段動畫應該是叫蜜羅編 現在是次巡片 次巡片也都做好了 其實他們就是想用這兩段 叫做先行的預告片 去作為一個啟動計劃 亦都給大家規格他們整個計劃的全貌 而去啟動他們眾籌的一個計劃 希望能夠在Kickstarter上面 就能夠籌到800萬港幣 那就讓我們不厭其煩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推廣的一個program 也是那句 有錢就出錢 我猜另外包括有力的 我們就再出多一點點力 包括什麼呢 就是譬如我們約了江記 會接下來做訪問的 希望可以再說多一點點 關於這個《離蘇幻覺》的一個 香港原創由下而上的動畫 project 大家有興趣可以先看看 在動廢的YouTube Channel 阿珊也做了一個短訪問 還有大家可以去搜尋 《離蘇幻覺》之前的一些短片 其實我那時也是因為看了他那時的短片 才對《離蘇幻覺》這個project有興趣 因為那段短片的 可以展現出他那個universe和設定 以及他的設定是頗有趣的 大家如果知道《離蘇》是中國古代的首詩 但是他... 坐遲 然後現在他將一些科幻的設定 甚至是他所謂《離蘇幻覺》 其實你看的動畫也有一種 又不是說很迷來的感覺 但它有一種很特別的氣氛在裡面 而且它的用色也是挺好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Kickstarter看看 剛才說了第一個Pilot就是這個迷羅編 第二個Pilot就是這個次巡編 其實每達到一個Pilot就會有不同的Chapter 三十萬會到第一個Chapter 5分鐘 六十萬會到第二個5分鐘的Chapter 第三個就開始跳標要高一點 就去到兩球即是二百萬 劍紅兩球拿去叫雞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第三個Chapter 那裡是十分鐘的 三百萬就是第四個Chapter 10分鐘 四百萬是第五個Chapter 10分鐘 五百萬是第六個Chapter 10分鐘 六百萬是第七個Chapter 10分鐘 還有八百萬就是最後二十分鐘的最後一個Chapter 即是整個全片片 好像是80分鐘 你考我的數學是不是 我馬上數給你看 二、三、四、五、六、七、八十 沒計算頭兩個Pilot的話就80分鐘 那頭兩個其實應該是屬於當作是Trader 那兩個Pilot 預計整個東西 希望可以在2019年的秋天完成 Kickstarter 其實我們就不特別在這裡很詳細地說一條連結 總之你找尼蘇幻覺的Kickstarter 或者英文就是Dragon Delusion 現在就籌到三十萬裡面的二十一萬多了 即是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可以 第一章吧 我之前都在剪輯上面都很 即是我包從和心的 我這個剪輯當然是想看他怎麼回事 大家都明白 其實都明白 八球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我也很直接問他 如果譬如Touchwood只是籌到三十萬了 因為他們其實三十萬已經會開始這個項目了 那怎麼辦呢 我不是直接問江忌的 因為小某其實也是其中一個參與者 我問小某 小某都說那真的只有Trader 1 然後他們可能拿著Trader 1 去找他們的方法在做不做到下去 當然你說原來他們有這樣的計劃 不如只籌到三十萬就算 我想我們不希望看到這件事 香港難得有人肯去嘗試做一套動畫 也都在不同的地方拿過獎項 如果你去過現場看過他們一些原稿 或者他們概念圖等等 那個水準其實是很高的 而本身他們背後的理念 如果大家有看過訪問的話 可能都會知道一點點 我畢厭其煩在這裡再說多一點點 其實尼蘇剛才Ricky提過尼蘇 就是一個楚辭來的 其實他就是說If秦始皇找到長生不老的方法 到底這件事會是怎樣的 一個拆開了的時空 而那個由於是一個架空的時間 所以其實那個地方也都不完全是香港 但是他們參加一個南本 是大約六十年代的香港 但是問題是那邊的科技 你會看到某些東西的科技是超越了六十年代 甚至超越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科技 但是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建築物 你會看到很多什麼大壓 然後有些很舊式的小店 但是那邊又會有一些先進過高鐵的鐵路走走 而主角是一個機械人 其實他是 因為他們 其實秦始皇 我自己這樣看這條trailer 你會得到一個訊息 秦始皇所謂的長生不老之術 就是將所有人改造成機械人 他會將所有人都變成長生不老 將所有人改造機械人 他就能夠可以統一控制到所有人 而男主角就是一個擁有屈原靈魂的機械人 那奇怪的是 為什麼我會擁有屈原的靈魂 而屈原是當年的 他其實是在楚國的一個祭司 而他是不是楚國 是楚慈嘛 他是楚國的一個祭司 而他是能夠 他能夠令到一些憑死的士兵 見到一些他們心目中想看到的幻覺 能夠安長地離去 為什麼是離騷幻覺 就是屈原和幻覺合併在一起 而他這個機械就擁有了這個能力 他就出發去找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能力 和為什麼我會有屈原的靈魂 這是一個故事來的 那呢 Kickstarter 當然是你付不同的錢 有不同的優惠的 剛剛 我覺得大家可以 就是聽我們說 不滿足 明天開始可以去 江記那個展覽那裡 去看他的原畫 看他的典型 關於優惠是什麼呢 你可以什麼優惠都不要的 那 風劍遊人 這個當然就是 50元那最便宜的 是的 那220元或以上的呢 就是有這個 Runderer 那有什麼呢 就有Digital Movie Download Digital Wallpaper 還有一張Thank You Postcard 500元或以上呢 就有這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個DVD的Director's Card 有些Character的Sticker 有個Digital Original Soundtrack 還有一個Runderer Reward 就是上面有的那些你也有 是的 他每一個層級 其實一定包含上面的那些東西 是的 那另外 如果是800元或以上呢 就是有這個Toe Bag 有Digital Artbook 還有上面那些東西 那1200元或以上的那些 就有一個Original Soundtrack In cassette Type 即是 是用Cassette Type 來裝那個Original Sound 用大體來裝給你看 其實你是要找回路音機出來 是 找回你的Walkman出來的 那更加在1200元 你會在他們的網頁有 即是感謝的名謝的名單裡面出現 還有上面的額窩 再上已經是1600元 就是Secret Agent就 還有Arbor去到Credit的致謝 還有之前的Arbor 去到5000元 戰士級 真的錦州勇士 勇士級 那兩張VIP的香港Screening券 Online還可以 First Pre-Production Meeting 是的 跟你和製作的團隊去做一次 Meeting 還有之前的Arbor 這個位置我突然想說多一點 我特地問他 因為小馬有跟我說過 這個挺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參與他們的會議 而你的意見是會被採納的 而你不是一個只能去聽的系統 即是股東 股東大會裡面有話事權 不是有投票權的 可以發舉手拍的意見 你不是一個只能去聽的契弟 你是真的可以參與到一部份 12000元以上的就是殺手級 會加多一個Original Handwriting 即是親筆話 20,000元 即是祭司級 只剩下七個位 真的不要爭 Sundie都交給你了 這麼大惡 14萬而已 對 看這個樣子也是祭司 什麼都祭的 我支持了什麼都彈 現在是什麼都彈 另外四萬元的就是帝王級 另外還有一個七萬五 只剩下五個名額 就是Hyperspace 老實說 大家封劍有人 我們沒有什麼黑不黑銷的 也確實很黑銷 在很不黑銷的情況下 我們很黑銷 因為我們很想見證這件事 誕生 很希望的不是 必須要找投資者 才可以去 產生得到這個產品 而是我們可以透過各自 所有人的努力 我們有部份的 若干的聽眾 我今次 我斗膽 我斗膽 你看我們今天沒有 黑過課金 沒有黑過人施捨 將你這個月原本 假設你有想捐給我們的錢 你捐了給江記 我們也是很高興的 甚至譬如你說 你們說到這樣 但我看完了 你自己個人都沒有興趣 不要緊 那你捐給我們 你選五十元那個 然後你把價錢設定 你打算捐給我們那個 是可以的 純粹一個捐助 沒有東西給你 你覺得我真的沒有興趣 但你們叫到了 我應你們的呼籲去做 五十元 其實每一個購物都可以自己再改銀馬 甚至你真的完全沒有興趣了 你就可以在你的社交媒體上 分享給這個朋友 沒錯沒錯 等多些人知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始終在Kickstarter 不是說太好 不是說真的好到家寧的平台 上面也有很多陷阱 但今次看到這個項目是真的有心 而且真的是一個本地很難 就是很難會有一個這樣的機會去做到 而且現在的成績都不錯 還有一個月都已經籌了差不多八成目標 第一個目標的數目其實算是不錯的 如果王興貴坐在那裡的話 他就會說這次的機會是有今生 不知道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那你成功就可能有下一次 我們希望有下一次的 是的 雖然阿豬蟹百格的Facebook是很珠蟹 但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用 你們不同的社交媒體的平台 把這個信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讓多些人知道 原來是可以去支持的 應該要去支持的 應該是值得做和快點做的 還有現場去看那個展覽 我想大家近年都可能看了《若干畫戰》 其實他比我那種感覺 跟我們平時看一些動物畫作品的畫戰 是有點不同的 我無意說貶低 我們平時接觸很多動物畫展 但他那個場地的空間感是做得好很多 他真的有很大的地方 可能是給大家看一些純粹的畫面 然後有一個獨立的地方 才是給你看一些原稿、手稿 也有一個位置是給你看他們 例如麥羅編那段動畫 或者是一些訪問、一些介紹 整體整個感覺 你看到整件事他們是很認真去對待的 你看到他們也想把這件事 他們不僅僅放在香港製作 他們甚至想把這件事推廣到海外的事件 是全世界的 老實說 《八球》 真的很難只在香港籌出來 沒錯 而香港的動畫 尤其是具有本土特色 中國風味 所以應該會有些外國的朋友有興趣 但是我想我們是首先 我們自己期望 我們可以本地支持 今天好像說到一個廣告雜誌 但是我們都很想這件事成功 老實說 如果你說 譬如某些馬馬公司想中籌 如果馬馬公司 不是個人 想搞中籌 我未必會這樣推法 因為 不必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還有其他方法 當然我們也要看看哪一位 但是動畫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動畫在香港近這十年 你真是 不只十年 其實這十幾二十年 好像都真的沒有太多 說來講 可能都是蜜兜 那些才會叫到 不是蜜兜啊 老夫子 老夫子都十幾二十年 或者好像我們之前有提過 《今晚打喪屍》 不是後面的小段 因為他們之前是同一群人 拍了那個 《歐斯斯斯》 《歐斯斯斯》 那個的一個公布 但是他們現在是一個長篇動畫 是非常之小的 我想短的動畫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一些 短篇製作 短篇有的 但是這麼長篇的 我想我們真的很想看到這件事成功 是的 那地址在哪裏 現在講到那個 4月7號 明天的發佈會 4月7號 時間就是4點半到6點 4點半正式開始 在這個《則如沖英皇道》 653到659號 東牆工業大廈 AB座的10樓 地點那個 即是那間店舖的位置 叫Space 27 Space 27 裡面就會有 眾籌的啟動儀式 導演的訪談 還有第二條的先導影片 這個來蘇幻閣次長篇的首播 是的 那看看到時 我們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做一個直播 他們是OK的 即是我們立即 我不會播那段動畫片給你看 你自己來就可以看 但是因為 其他即場的那些 是會錯過了就沒有了 那些導演的訪談 所以我們會去的 但是我們看看我們有沒有能力 可以做一個直播 分享給大家看 還有 提多一句 如果大家看過一些畫 看過一些畫作 或者對他們的 art的風格 你很喜歡 去現場 其實他們現場掛在這裡的躍光作品 是標了價錢 我相信你可能跟他們去談的話 是可以買到 標了價錢 但又不買 標了價錢 有些古怪 另外 封劍有人 幾千元也有 我看過好像最貴的 是一道的士的車門 他們只是拆了一道門 然後上面 有一些art printing 那道門好像是五萬多元的 我不確定那道是否最貴 因為我看到五萬多元 我才買不起 你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有些事情想做 合作 其實那邊也是有的 那Ada 訂一個眾籌 可能其實你都可以 在其他途徑 支持到他們 那 我很建議大家去看看 也都用你們的方法 去支持這件事 好 那 講完 這麼大型的項目 那我們不如就 開始講一下書 眼前的就是 當今王者 當今的港曼王者 龍虎門 不可動搖 有三 很賣 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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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我都很久沒看這本書 那也沒關係 你不看跟蕭良 你沒有品味 這麼好看 因為之前實在太過 怎麼說 這劇情很深刻 我不知道現在 就是之前 我不知道現在 會不會變得更加 更加令人 會心發笑 還是怎樣 先從認真的角度去說 是 其實我覺得 龍虎門的這個篇章 叫做 長生絕地 長生絕地 其實我想說的是 他終於都說了 或者是開始滲出一個 舊著不太特別的話題 就是 飛升 飛升 是一件什麼事 當年的老祖宗 無論如何都不能飛升 但是這裡說到 有幾個人是飛升 總共有五個人飛升 但是上兩期 那個書題 就叫做 飛升 最大的騙局 最大的騙局 飛升 還是飛升最大的騙局 其實呢 這個是揭示了一個什麼狀態呢 揭示了的就是 作者似乎是有意識去告訴大家 其實飛升是 假的 是虛幻的 是不存在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是 有某個意義上面 但是如果你確認了這件事的話 其實你就是永久推翻這個設定 就是假設 當然 我們真的看到有五個人在天空走下來 就是由天外 一個黑洞 一個異洞 的地方 走回來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是屬於 其他那四個你都不知道的 唯獨有一個是老祖宗 不是 有一個是指下上人 指下上人 因為原來那裡其實所謂的飛升 原來是很慘痛 我估計是一片虛無 我估計是 我估計他可能是夜夜生歌 每晚都要跳舞 每晚都要跳舞 每晚都被幾百個工女圍住 每晚都被幾百個工女圍住 對 這樣真的好慘 玩吧 不要玩殘 玩玩 我自從飛升到現在幾十年 每晚都要應付八九幾個女生 就好像當年 阿天哥說 梁山泊宇十年 梁山泊宇竹英台 這麼嚴重 108個 是每晚 每晚都梁山泊宇竹英台 這樣就很大件事 最重要是 我是竹英台 我當然是不能應付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就 見到那個人界大門一開 那個人真的很像 後面有一班機佬追著你的牛頂 嚇給我走 我不想上去 啟弟可以走 瑜一行本來就是 好像郭富城那樣 踩著 升上去 你上去 不想是吧 煎幾毛上去 你連老了中也應付不到 你就知道 上面是一個向日葵的天堂 然後就 好 因為那裡是有時間限制的 嘗一聲就 逐一扯 扯回那邊 不過我想突然問一個問題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年紀大無記性 那 白仇為什麼會變成天下無敵呢 他拿到什麼東西 他純粹是拿到那四份 四份 地球 什麼 萬毒心經 什麼 九死邪功 九死邪功 八上級星大法 嗎 魚劍飛行 魚劍飛行 還有那個窮超無敵 喔 窮 OK 因為我現在看的白仇 我以為他是鬼上身 因為 你學了別人的武功 你不等於 你連個性都就會變了 因為 那個時候被人打得傻了 然後變了西成仇 再被人打到失憶 然後他不知如何遇難跌倒 不然就失憶了很少東西 你打到傻又再失憶 傻跟失憶是不同的 之前有點亂 所以他找到武功之後 他就覺得自己成計了天下無敵的東西 所以他自稱為天下無敵 但他性格也不一定要變成慈喊感 我剛才看過他的家 玩如劍術 玩到跟以前老祖宗還比老祖宗還殘忍 這個是作者的問題 這個作者跟男生圍 保育等人都是對抗的 一直都討厭小孩 從第一期開始就已經討厭小孩了 黑臉皮奴絕種也是關於事 肯定是黃小虎踢死最後一隻 萬一整個地球只有一隻黑臉皮奴 如果最後轉埋種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被老虎擔死 剛才這個是萬記問 所以我很認真地回答 主要原因就是老天磚已經死亡了 舊著是老天磚變成這樣 老天磚死亡了 所以要隨便玩一個角色 變回這樣才可以重現這段劇情出來 但如果按照這樣的走向 其實他已經沒有了追求飛星那一段 其實剛剛過去的那兩期就說 因為天變引發了異常 然後地動生搖 人也很難抗拒 好厲害喔 即是真的 易天恆就會被石頭撞死 就會被石頭蓋住 黃小虎就永遠都沒事 他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沒事 黃小虎突然走出來 但易天恆就經過那些海嘯 山崩 地獵 吐了血 黃小虎是精神氣爽地走出來 易天恆 我要幫武星報仇 然後我是易天恆 我就在心想 竟然說武星不是我殺的 陳奧雲做的 你就報仇了 你幹嘛又報仇啊 哥哥仔 陳奧雲那個時候又走出來 我當時都跟他說 他拿不毛去羅撒女殺的 他不是被人說的 你死定了 黃小虎就很精神地走出來 地動山搖之後 小虎就找不到黑龍和黃鋒雷躲藏的動月 但遇上易天恆 然後他就很憤怒跟他說 自己就想 武星前輩 你在天之靈 保佑我為你得報大仇 其實到現在都還沒說究竟武星死了沒有 只是我們猜或是他們說的 他們說的 屍體是沒見過的 還沒正式交代的 對 如果不小心 最後他殺了易天恆 然後武星出回來怎麼辦 武星的 我要幫易天恆報仇 沒所謂的 他都是說 沒所謂 易天恆都作惡多端是要殺的 而且很好笑 龐白就說 小虎沒有床頭露尾 也沒有成人之靈 你都不夠人打 你說好打那個 想著再偷襲 人家就說成人之靈 人家都沒有說不夠你打 成人之靈 必然好打他才是成人之靈 OK OK 他真的很特別 他完全不賣 然後易天恆就說 你剛才並非不敢對我動手 你剛才並非不敢對我動手 否則就不會現在這樣現身 不過你很慶幸你沒有出手 因為任何情況之下 你都打不過我 嘩 大家都知道易天恆的功力很強 以現在的狀態下 似乎應該只有白仇可以跟他選擇 我猜 然後就開始打 好了 又來了 每一次黃小虎都是這樣的 好 我現在現場直播 黃小虎對易天恆的這一場 歐八輩 對 這場很明顯是歐聯 好了 小虎先中一獎 然後彈到老鏈那麼遠 但是呢 稍微吐血飛走 黃小虎搶功了 那麼易天恆就用 沿天大氣絕世功 就做了一個類似的保護罩 黃小虎走不了過去 接著呢 啊 易天恆我覺得好笑 你弄個保護罩彈開 然後又要扯他回來 究竟你做什麼 你又要扯他回來 他都會失重心的 你不用突然打他 好了 然後呢 易天恆一掌打過去 小虎避 然後電光盜籠絕 中 1比1 是嗎 好了 然後易天恆再用護身氣勁 震開黃小虎 這裡沒有特別的事 好了 然後易天恆一掌 黃小虎一腳 黃小虎中 易天恆五中 現在2比1了 然後易天恆又打出 沒有錯那麼多獎 全部被黃小虎避震了 然後黃小虎一個失撞 撞中了 易天恆 再補個失撞 不中 現在3比1了 易天恆再出一掌 又不中 然後易天恆一路退 黃小虎一路搶攻 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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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中36比1 我還沒說完 但我不想全場比數都說出來 好了 講到他用蘇龍成串 雲龍破令 又中多一腳 你有沒有半期輸 講到一個最好打的易天恆 然後跟你說 我都不斷中人招 我只是中過一掌黃小虎 有沒有搞錯 其實這一期易天恆都已經很慘了 被人打得這麼混蛋 但你看到剛剛這個星期出934期 你發覺真正慘的是極落魔陣 他出來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有一點點記憶的話 他是秒殺了韋陀 打得到他的骨子 雙腳咬到上頭頂 韋陀 韋陀 狗蕭 沒事吧 至尊被他打得整身都碎了 好像粉末一樣 但他起碼是打完 耐智骨灰暗 他是秒了韋陀 今期極落魔陣的對白是什麼 自從遇上這群人之後 實多遇得多 不要再心田遮謀 一群獵神者 一群獵神者很厲害 有尊嚴 有尊嚴 我真的會計 這群人真的有勞 我真的不敢打 每次都中三十腳 我才能打中 我面具又爛了 又說 黑級圓關 瘋狗 我感覺不到他多厲害 我覺得其實如果他和至尊會 那個寒冬後面那個 KFA打的話 都不贏 這個獵神者很懷疑 金神魔君也是 變成了小丑 在這裏求人 不要殺他 那些來的 好了 說到他是小丑這一段 已經到今期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 好嗎 謝謝 好 好 好 謝謝